姚明英商淡出国家队名单 一间连在NBA的赛程冲突无法出战 再加上刚刚更换的国家队主帅邓华德 这次在广州举办的亚运会 中国南篮又迎来了一次新的挑战 那一年的小组赛 中国队以五战全胜的成绩晋级淘汰赛 但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 首战中国队便遭遇了卡塔尔的强力阻击 靠着王志志出色的三分球 和18分九篮板的出色发挥 中国南篮以71比66射险过关 但半决赛的争夺更加艰难 面对没有哈达迪的伊朗 中国队和对手站到最后一刻才分出胜负 中场前六分中中国队落后七分 王志志连拿五分帮助中国队 死死咬住逼分 中场前一分15秒 又是王志志后撤步三分 恍飞对手轻松命中帮助中国领先四分 但伊朗没有放弃 很快便追平了逼分 防下对手的进攻后 孙悦持球反击给到了王志鹏 对手虽然补防 却为时一晚 王志鹏手起刀落 68比65 涂着舌头的王志鹏 放肆的庆祝着 也正是这一刻这击精准绝杀 帮助中国队再一次杀入了亚运辉决赛 经历了小赌赛的输球 决赛的韩国队打得非常顽强 这让中国南篮数次陷入困局 首阶比赛双方战成27比21 南篮手握微弱领先 然而次节一波46比4 形势急转直下 是王志鹏站出来连续得分 南篮才稳住局势 而关键战役被人铭记的原因 除了比赛本身的激烈外 还离不开英雄的横空出世 在这场亚运会决赛中 扮演英雄的不是别人 又是大志 凭借着大志第三节的强势表现 南篮一度将领先优势扩大至11分 进入末节 又是王志志 帮助南篮以70比58 取得本场比赛的最大优势 但顽强的韩国将比分追到了71比74 比赛时间只剩46秒 胜负一念间 作为最后一届亚运会 这名老将的膝盖甚至含有积水 但刘伟关键快攻被盖帽后 王志志却成为了全队跟进最快的球员 完成了补篮 几乎锁定胜局 那一刻他不是即将退役的老将 而是当年的追风少年 凭此一意 王志志不仅将未夺冠的韩国队打哭 并且彻底征服队友 赛后的颁奖礼上 在义勇军进行曲演奏完毕后 颁奖台上的队员们纷纷将自己的金牌取下 戴在大志的脖子上 11个热血男儿跳下看台 向大志齐刷刷的鞠躬 10年广州亚运会不仅是中国南兰的主场 也是属于中国球迷的全体主场 最终在我们的主场 中国南兰又一次创造神奇 问鼎冠军